成都文书院 成都文书院作为千年古差 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地域 几经毁坏与修复 如今依然注立在成都这方卧土之上 文书院是成都市区唯一的佛教圣地 为成都市区中央地段 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是成都市区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 即背靠西马道街 南面文书院街 西陵人民中路 东指文书院巷 及福山巷 占地九十余亩 继国务院确定的全国汉语系佛教重点寺院 中国长江流域四大禅林之首 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川省佛教协会 及成都市佛教协会的所在地 这座千年古厂 保存着完好的清代主体建筑 以及难以计数的佛教圣物与珍贵文物 虽然历经战乱与磨岚 至今仍然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 这一方面仍以取厚重的历史底蕴 更重要的是 文书院供奉有令佛门四众弟子 心仪神往的两份舍力 即空灵而胜 佛陀舍利和玄奘法师鼎鼓舍利 文书院占地二十余万平方米 现存建筑来典型川西平原古建风格 全木制建筑 六重镇殿 依此正对山门的中轴线上 气势辉弘 威俄壮观 文书院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 历经唐 武代 宋 元 明 朱朝过去称为信箱院信箱寺 直至清朝康熙三十六年之后 才更名为文书院 南宋诗人元说有 有 提信箱寺 黄泉画花形 一诗云 生成造画多功夫 尽能则家 几画图 可惜春来时有子 攀花不落 有还无 据成都县志记载 明朝末年 信箱寺毁于冰火 建筑巨坟 唯有十尊铁柱 布界神像和两株千年古山 历劫尚存 清朝康熙二十年 此堵禅师来到荒芜的古寺 在两山之间结茅为庐 苦行修持 数年之间行柱十方 生名远扬 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五年 官生居民捐资重修四庙 嘉庆道光年间 文书院方丈本原法师 又裁办了八十二根十座 改建扩建了主要殿堂 形成了现金的规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人民政府多次拨款修缮寺庙 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 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建于1955年的和平电影院 当年一开业 就成了北门最具人气的地方 那时成都的影迷和时尚潮人 也是这一代为成都时尚的风向标 爱凑热闹的蓝海女孩们 和卖凉粉香烟瓜子的小摊一起 挤满了电影院门前的台阶 好不容易排到队买到票 进入电影院则是一段自由时光 影院容纳上千人 座位挤视牌 开演之前照例使人声嘈杂 瓜子伺候三清六气 满场子打招呼 那时候赞齐歌舞团和巴金故居还没有搬走 双眼井小学还叫炮童树街小学 清晨能听到歌舞团念歌的声音 放学后看大人从这里担水回家 后来成都通了自来水 双眼井也不冒水了 附近的青钩子娃尔也长大了 如今的文书院外聚集了众多的小剧场 以及成都院子也在这里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这座千年古畅的背后是西马道街上的娘娘庙 传说是刘备佳庙 虽然叫做古娘娘庙 但实际上它是成都市内仅存的两座道观建筑之一 是名副其实的道观 它与文书院近一墙之隔 身长于文书院背后的小巷 西马道街之中 正如其名的西马道街 这条幽深又狭窄的巷道是以前给马匹走的 供以骑兵练习跑马射箭 发展至今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拓宽 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条路上行走 更别说到巷底去看一看 名不见经传的道观 围绕文书院展开的历史更新街区 文书法则成为人们修行的场所 文书法自2006年开始建设 2017年进行重新改造 并开启二期工程的建设 十多年以来逐渐形成了 即文化、居住和商业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发展模式 文书法曾经的书店一条街 是成都旧书爱好者的天堂 文书法所在的区域是3000年前的古书王城 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宗教、商业、民俗生活的中心 文书法是围绕文书院生长起来的院落商街 文书法也成为存在地域文化的精神空间 漫步于文书法还是可以体味成都的慢生活 文书法的街头茶馆也为这种氛围增添了几分持趣 一边观赏川西建筑 一边品尝川味美食感受蝉蝉韵味 庙区恒生的活动将打开感官 让生活的滋味自然流淌 在现代城市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中 文书法为成都保留文化沉淀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医运了这座城市的记忆 与如今北门其他区域相比较而言 文书院及周边还是一个相对充满活力的整洁的片区 无论是在工作日还是节假日 还是能够看到如知的游人 成都北改的提出已经有很多年 有的也在逐步进行完善 虽然这个过程很是漫长 但城市更新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从用地性质到工人布局 再到建筑形态等等 每个环节都是决定能否让旧城幻法活力的关键 最后我用文书院入门的对联来作为本期视频的结尾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 了有何不了 会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 生还是无生 随缘行善做完就放下 心里不再想着做过什么善事 这样才能随缘消旧业 智慧是来自于觉悟 觉悟是来自于心的自在 但这都是自信所本身具足的 不是从外面生出来的 上连视角放下 下连视角看破 而放下帮助看破 看破也帮助放下 两者是一体两面的 最后愿各位看官自在得意 感谢观看破